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一位帥哥妹子好辣醫師團 疾病有時候真的超級失控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狀況讓人一遇到 就尷尬破表 好辣軍團們 又曾被哪些病症找上門呢 吃飯場副理師夏語蟲 大家好 夏語蟲 通常在生活當中 會遇到一些很尷尬的事 尷尬事情是必有 是 對 所以沒有手勢 但我等一下拿這牌子出來 你應該會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它 不會吧 真的 我們討論主題是不是 對 我們討論的主題 我們都一千多集 哪也不能解決的問題 來 像這個 吃不了 對 怎麼辦 這個是說實在的 這種夫妻之間 也不要因為這種問題 就不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到更年起 當然你可能要借出 一些某些東西 這個讓夫妻有達到 那種情境上的美感 就是更年期的問題 對 但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另外一種 還是有一些是跟失不了 就是有其他症狀是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探討第一個主題 就是跟這個 不只是更年期 對 不只是更年期 有一個15歲的男病人 那他一開始 大腿的內側長了一些紅疹 覺得癢癢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像是失疹 就拿家裡的那個 失疹藥膏擦 擦一擦 好像有好又沒有好 那他也不以為意 結果過一陣子他就發現說 他上體育課的時候 以前打籃球會大汗淋漓 全身都是汗 他發現他大腿 以前那個像這個男生 國高中生那個打籃球 那個已經全身都飆很臭 對 他發現他大腿竟然不會流汗 剛好就是那個疹子的位置 結果過一陣子他就發現說 不只是大腿 他甚至是打其他球類的時候 他開始連 甚至最後連臉 頭皮 他覺得好像整個人都 沒有辦法把汗排出來的 那種感覺 而且更糟糕的是 老師如果叫他跑操場 可能跑到第四圈的時候 他就 就會躺下去 對 那如果是 朝會有曬太陽的時候 更糟糕 可能幾分鐘 然後別人都在流汗在低 他完全不會低汗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像自己身體不太對勁 將來就再要到醫院來做檢查 然後發現說 他全身上下 因為我們有幫他做一個那個 排汗的測試 就一個點墊粉測試 發現全身上下 以前那小時候很會流汗的 這兩年陸陸續續的 他的汗越流越少 越流越少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不會流汗很好 就不要洗衣服 甚至是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剛剛有說 他只要一不流汗 他就體溫一直往上飆 沒有辦法散熱 沒有辦法去調溫 所以同學笑他是 結果來做檢查的時候發現 全身上只剩下腋下 還有一點流汗的功能 但是其他地方的汗線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幫他做一個檢查 做一個切片檢查 檢查間我那個 順便宣導一下 這個汗線是歸皮膚科管的 它是皮膚附屬器 它是在我們的毛髮旁邊 然後我們就做檢查 這汗線都還在 大小汗線都很正常 是 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流汗這件事情是 你沒有辦法掌控的 就是它是一個交感神菌 自律神菌系統去管的 所以你不能說 我現在要表演流汗 他就流出來 真的沒有辦法 對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你說這個小男生 他是不是很痛苦 因為他只要體溫一升高 他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他查原因 但是我們幫他做非常多的檢查 全部的檢查都做 居然都正常 所以最後他 我們給他一個診斷叫做 也就是說其實 他生下來是正常的 後天可能因為一些 免疫系統的些微異常去攻擊 但是我們有幫他做 免疫系統的一些檢查 因為他可能也還蠻年輕的 所以並沒有很明顯的異常 所以我們只能跟他說 那你就盡量待在 比較涼爽的地方 然後如果太熱的地方 你真的就不要去 或者是說他可能要冷氣 這些來幫助他 那不過還好 現在科技是還蠻發達的 就是說他盡量避免 然後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不要讓他體溫過高 所以流汗對我們來講 還是相當重要的 可是你們醫學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些案例是 後來有給到 那可能改善他免疫的一部分 所以有的有改善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 可是我看我昨天也是不流汗 後來是有去做 營養師學調整 飲食 加上中醫的調 他現在會流汗 是 所以現在會流汗 就以前從來不知道流汗是什麼滋味 對 就像豹一樣 為什麼不能跑遠 他跑的時候 他速度很快 平均加速到100公里 可是他只能跑 比如說一分鐘 一下下而已 接下來再跑下去就爆炸了 心肺了 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散熱很快 只有靠開 這個系統太吵了 再一次 剛剛 好像 對 豹加速很快 他不能排汗 他會熱死 對 所以一般人如果不能排汗 他是很悶的 我也有遇過很多是 尤其是女生 長期待冷氣房 缺少運動 他是不流汗 但是其實後天的一些條理 包括飲食運動等等 還有中醫的條理 後來就趕快來診監 那診監 另外他有提到 他發現他這段時間 他的嘴巴 他的舌頭 開始會有一些 那我就請他嘴巴打開 舌頭伸出來 就像照片一樣 他舌頭上面滿滿 這是沾的麵粉嗎 這太嚴重了 殺滿了糖霜 對 那後來再幫他看內飾鏡 其實他的身帶上面 也有這麼一點一點的 這種白色的一些病照 那經過抽選 然後再搭配切片之後證實 其實他是罹患的 那舌頭這個是他合併症 叫做 那修格蘭式症候群 其實大家比較少聽到 但是比較常聽到 大概就是乾燥症 他主要是一個自己 這個人了不起 可以忍到長滿才是 對啊 我覺得為了生存 為了工作 都不會很痛 所以我想大家就是 尤其是歌手 他都會有一些保養的方式 彭大海 甚至有一些特殊方式 他會沒辦法 代表說應該相當嚴重了 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這種免疫疾病 他會 所以有些朋友 他不只是沒有口水 像眼睛 我們的淚腺 他就會被破壞 他會有乾眼症的問題 消化到 他可能沒有辦法分泌胃酸 他會有反覆胃炎的狀況 那口水在我們口腔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綜合劑 他不只可以殺菌 然後另外可以達到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嘴巴的菌蟲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平衡 他念珠菌就抬頭了 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發炎 不舒服的一個現象 那這一類的病人很可憐 因為他大概中期一輩子 就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像 真身 口水真身的一些專案藥物 專案藥 對 這是專案藥 那另外前陣子 新冠肺炎很流行的一個藥物 叫傀璃 也可以用來治療這些疾病 對 他只要穩定的追蹤 然後搭配醫生的這種慢性藥籤 我想大概他的症狀都可以控制得蠻好的 我這個case是一個40歲的熟女 他來門診是告訴我說 他最近發現月經量變少了 天數也變少 本來五天現在剩下四天 三天 那本來間隔28天 現在剩下26天 我一聽我就知道說 這是荷爾蒙開始減少 他說那我更年期的嗎 我很擔心這個事情 我說還沒有 還沒有 北極 北極 還有十幾年 還有十幾年 我說你如果真的擔心 好啦 那幫你插賀 插賀 抽血一下 那下禮拜回來看抽血 正常 我說我跟你講沒錯 就是還正常 現在要到你真的快停經 它才會異常 現在就沒事 他聽一聽 還是不想走 我說那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 他說醫生 那個是不簡單 他就講不出來 原來他說 醫生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跟我老公現在在一起 怎麼都不會濕這樣子 我說濕不了 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的話 荷爾蒙正常的話 你現在是這個問題是 他說就是會太乾燥 可是他說那既然荷爾蒙正常 為什麼我還會太乾燥 我說你生完都 他說生完好多年了 也不是剛產後 那更年期又還沒有到 我說那我就要懷疑你的心理問題 他說我心裡很正常 我說那我問你 你老公平常大概都什麼時候 會想跟你做 是晚上嗎 他說對大概晚上10點多 11 12點 但是就是我老公還是覺得說 我好像是不是不太專心 我說那你呢 你覺得 他說坦白講我是真的 常常不太專心 但我不敢承認 我說為什麼 他說原因是這樣 我在公司是中階主管 那最近其實上層那個 最高階的主管 有一個副總其實準備出缺了 快退休了 那有一兩個在跟他競爭 大家都知道 他還求表現 他想說 結果他們老闆有一個習慣 就是晚上應酬完回家 大概10點多 11點多常常會發訊息 或者回他們訊息 或者是他有時候求表現也是 發給老闆 老闆會回他 有時候老闆會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指示說怎麼這麼做 那其實老闆都 一點都沒有逼他們 馬上要回都不需要 你明天再回就可以了 但他為了表現 想說你看 我馬上處理 半夜也在處理 所以他都把手機不關靜音 放在旁邊 那如果燈一聲他想 老闆帶船來的 趕快就回掉 他一邊回老闆 然後一爹老公再一次 這樣很刺激 怎麼刺激 通常刺激 如果你是跟別人老公打 那個叫做 沒有反過來 如果回老公訊息 然後老闆在你面前 那個才是 對 那個比較刺激 結果他就變成 心裡有一個壓力 他說可能是這個問題 因為他變成心裡有旁盧 造成他的那個 不專心 心有旁盧 所以後來他也承認說 他說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我說我覺得應該是最大的問題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關靜音 你明天早起 你早上六點多就起來回 老闆也很感動 說這麼早就起床對不對 你又早上班 他說這也是個方案 我說對啊 那如果別人跟你競爭的人 他先回 可是說不定後來的意見 是誰的意見比較好 比較重要吧 誰做得比較 讓他滿意比較重要吧 他說想想也對 後來他一直說 那沒有吃什麼東西比較好嗎 我說你又想要吃什麼東西了 這問題是心理問題 你如果一定要吃什麼東西 你比如說吃植物性荷爾蒙 對你這種 逐漸再減少了荷爾蒙有幫助 但是藥物的絕對不要吃 因為你還沒有到更年期 所以就這樣解決掉了 他說後來關靜音之後 他說果然是有改善 因為剛開始不習慣 後來久了以後媽媽也習慣了 結果就好了 有點年輕談第一次戀愛 第一次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什麼對不對 就是要刺激 因為老夫老姓 還是要專心 這個如果不專心 對不對 不專心 不專心 就是對象的問題 太久都同一個人 沒有刺激 專心就是尊重對方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